大家好,我是门令老师 那在这个章节呢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利用工具列 来自己制定你自己要的工具 那上一个章节 教会大家如何操作整个软体的工具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你若时间久了以后 有一些工具你常常用 你希望它能够再加在这个面板上 让你可以快速的得到你要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方法来操作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 在所有的这个工具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设定这个自己喜欢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到编辑里面 这里有个叫偏好设定 在这个偏好设定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定几个 你自己想要的 例如就像我们上一个章节讲的 我怎么样开启我的档案 那我们在开启档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文件 你看我们在这个文件的这个 选项当中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针对这几种选项让你去做一个控制 所以如果说像刚刚我们在那个 选单面板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档案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档案的 开启的数量很多 那你不希望说每一次打开就一大堆的档案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利用这个画面去设定它 去设定它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动作都操作完毕了 忘记存档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块面板 去操作 让它替你怎么样 自动先储存在暂存区 所以你这个地方也可以去做设定 这是一般我们最常遇到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操作 那针对工具的部分呢 那这里面各式各样 选单当中 你都可以怎么样 你都可以设定你要的 那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学 所以有可能你有一些功能 你还没有办法去了解 那没有关系 那就是说 你先到这个面板上来看 看说哪一个是你比较常用的 你就先跳到那个画面里面去 研究一下 它这个画面怎么样去设定 就可以设定你要的 所以这里每一个面板 你都可以去试着看一看 这个是偏好设定里面 好 那我们要把工具设定在这里 那其实实际上 它已经把比较常用的放在这了 刚刚我们不是从这里的选单 选偏好设定吗 那其实实际上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工具 全部都在这个减号里面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些 其实都在哪里啊 其实都在旁边 都在旁边 有没有 那我们这一块 其实实际上你若 熟悉一些软体的话 尤其是office系列软体 你就会发现这一块好熟哦 那它面板的用法也是一样 它的用法就是说 现在我加了这些工具 帮你先放在这 那你如果想要加你自己的 比如说常用的 所以你可以点进来 比如说我常常要用到水印 那你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你就可以去点 比如说我想要学动作精灵 也加进来 然后这里保护 我也常常做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常用的加进来 那它加进来之后 你也可以看得到 它这里为什么要提供给你这个箭头 就是说你平常常用的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你想要的顺序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前面去 或放到后面来 这都OK 所以你看它每一个面板里面 箭 箭 就是让你看到所有的工具 加就是把整个面板收起来 所以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操作它 那刚刚老师是不是加了三个 所以你看我按确定 所以你看这三个是不是就加在这里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去加 那还有一种方法是 如果假设你今天你在这个面板 去操作它 我们先打开一个一张表好了 比如说我们操作它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用这个功能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什么 用你的滑鼠 按右键 你也会看到这里有个叫新增快速工具 所以你也会看到是不是它就摆放在这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去加你的什么工具 那你如果说老师 我又不常用 那可不可以拿掉 可以啊 你就对着它 按右键 它是不是就拿掉了 所以它可以让你很快速的把你要的工具 呈现在这个面板上 你就可以运用这样子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 新增到快速工具 它就新增进来 想要移除 就移除它 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自己操作 你想要的什么 工具列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那比如说 我若觉得这一块 我不常用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隐藏起来 那怎么隐藏 你可以利用这里的解释 那比如说我的那个功能 我不要 你可以看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有没有 你想要隐藏嘛 比如说我想要隐藏工具列项目 那比如说我想要隐藏的是 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上一页下一页 这个按钮 就是这里 那你就可以在这画面里面 怎么样 去把它找出来 你不要嘛 你就把狗狗拿掉 所以你看 这里的狗狗是不是不见 那你也其实实际上 你也可以在这一块里面去点啦 按右键 一样可以点到 你的页面导览 里面这一块 有没有 我就把它拿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去 调整你的这个工具列 你都可以用几种方法 一种方法 直接点什么 点这里 直接加 或直接到这里的工具 直接按右键 或者是 你想要在这画面里面 看它的选项在哪里 你就去找它 比如说这一块是 针对一页面导览 刚刚我们不是把上一页 下一页点掉吗 那你可以再把它点回来 是不是就点回来 那这个就是针对 怎么样来制定 你的工具列 作词 嗣 嗣